刚刚那个视频里面说到一句话是英戏结缘 是哪部戏 李家大院 这两位在里面演的角色是什么 他是大嫂 我是二弟 这讨吃要饭的 要都是老弱病残也就算了 还有不少年轻人呢 吃的又多还总喊饿 要说都是灾您 你想念也念不走 这两年我东翻吸毒的 这日子也不知道哪天是个疼 你嫂子我真快扛不住了 我们李家世世代代都要忌妒 没有你们 就没有李家 总而言之你们没有演情侣 没有 那我想问李你是 一见到他就喜欢上他了吗 不是 不是的 我在北京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的时候 他会经常帮助我 然后渐渐的产生了感情 中国有句成语叫称虚而入 谁称虚而入了呢 他 你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这个戏里 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然后怎么发展的 一开始他刚进组的时候 我刚进组我们俩没有见到面 我就听说啊蔡玲来了 我说蔡玲来了 然后第一天晚上很 很巧 我在房间看剧本 然后咚咚咚有人敲门 是他的经纪人来 带了一份礼物 所以蔡玲送给你礼物 我说我没准备礼物 这怎么办呀 你还记得送的是什么吗 韩国是红参 这个那个人参比较有名 所以给他一些红参 韩国当地的 我觉得这个礼物一般男的会误会的 对 上来就 我补一补一补一 对 真的真的 他素质高 换一个素质低的 肯定误会了 因为他趴我的房门 趴红参送进来 我就想 你好我也好 他还笑 那我想问一下 那个 子琪第一次送你的礼物是什么 我们拍摄的地儿啊 特别就是特别穷乡披养的那种感觉 然后后来去了银川那大沙漠 而就买不着什么东西 后来就看到这耳包 我看他平时那种 这种女生 他穿的特别少 就是他为了漂亮 可能就看的衣服里面 不会里面穿毛衣啊什么的 看的臃肿 我说哎呦 这这么冷 他平常可以戴个这个 稍微好一点 谢谢 在搬到新家的时候 姐姐发现了 就是当初给的 给自己的是灰色的 居然在哥哥家 有一个黑色的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 其实都不是无心插流 他到底有什么地方 谢谢你了 就是慢慢的 就是敢追 敢追了吗 在那个过新年的时候 给我留下的印象 特别深刻 平常拍完戏 大家就是 谢谢辛苦了 再见 然后回家 然后他那天 过新年的时候 我就看他准买了很多礼物 很多大箱子来 然后他和他的工作人 就一箱一箱都拆开 然后还旁边 放了很多这个包装具 然后他就把他们 一个巧克力 一个什么奶茶 然后放在一个包里 然后他自己包起来 让他彩蛋拴起来 包了三天吧 应该 好几天 反正他们没 有空的时候 就在那小房间里 就一直包包包 包完之后 他拿一大包出来 然后亲手递给 每一位工作人员 除了演员 还要鞠躬那种 对对对 就祝你新年快乐 那种 我觉得通过他 这些行为 能看到他 他真的一面 他不是说每个人 就是可能有的工作人员 他们很忙很辛苦的 有的时候 他走出去了 他有的时候 会翻回头来 辛苦了 而且说的时候很真诚 我觉得他是发自内心的 特别打动你 是 而且不会厚持薄笔 对对对 两位 都